可以明顯看到 路面下的水不斷地噴出來 溢流在路面上 而這個狀況讓當地的居民感到非常的困擾 目前已經先把水關上 等待搶修 但是嚴重影響到日常生活用水 鞋子怎麼滷下呢 這看拼拼拼 這流到這樣會怕死人 這水 這都我們分攤 這也是流水 流水都我們分攤 我們這流多久了 很怕勝利 全單性的缺水 我們這裡就是溶費水 對不對 都沒收 都沒收 兩塊花花了 花花這家維亞家在這邊 這裡啦 這家維亞經常泡水 泡水啦 這回去要修理會員 修理會員 第二次要修理 現在長過了 整個都水起來 沒有水 不是 民政樓下去 水說下去 館長下去 水是還沒水 就是因為我們管線老化 然後它爆裂之後 它不一定會從哪邊漏 就是它爆裂的地方 它附近的地基 如你所見的這邊 幾乎都下線掏空了 對啊 所以它爆裂的地方 我們這個路段 其實已經維修很多次了 那其實對我們住戶來講 真的是一種負擔 那當然現在是 雖然是中南部缺水啦 然後我們看到水資源浪費 是很痛心 但其實我們更應該重視的是 我們這一些居民的安全問題 因為地層下線 再包含有公車 或者是我們的垃圾車都會經過 那如果說哪一天真的突然下線了 造成我們車上的乘客 可能發生了一些生活的意外 或者是交通的意外 這後果真的是不甘策想啊 所以我們要再次呼籲 為了民眾的安全 我們應該要請政府機關 公家機關 來去用特例的方式 來去把這件事情處理掉 而針對這個狀況 立委蔡適應服務處 跟當地的民意代表、里長、區公所的單位 都來現場關心了解 而關鍵是這個道路屬於四人所有 所以必須要以專案或特案的方式 來進行改善處理 目前已經有類似的成功案例 因此這個社區所面臨的困擾 還需要中央跟地方相關單位 一起來努力 記者黃日生 蔡博報導